欢迎回来台式晚间新闻 科技真的是日新月异来看到的是 南韩首尔科技大学的研究团队 创新应用无人机打造奇特的漂浮推车 除了透过人机互动技术不需要遥控器 只要轻轻地推这个手把就能够控制方向 而研究团队也在机翼上安装四幅马达 透过演算法让机身保持水平的状态之下 也能够轻松转弯 让便利性跟稳定度大幅提升 研究人员表演特技从长长的楼梯一路往下走 无人机上的箱子依旧闻风不动 稳定抵达终点 南韩首尔科技大学的研究团队 创新应用无人机打造奇特的漂浮推车 一般无人机会把货物挂在机身下方 漂浮推车则是放在平台上方 避免机翼跟人体发生碰撞 安全性较高 加上团队利用人机互动技术 不需要遥控器 只要轻推手把就能控制方向 漂浮推车能够在各种环境稳定飞行 研究团队在机翼上安装私服马达 再透过演算法 让机身在保持水平的状态下也能轻松转弯 少了电幅梯 传统推车尴尬地卡在楼梯间 虽然漂浮推车 目前测试最多只能装3公斤的货物 但研究团队希望 未来除了能克服传统货运的限制 也能应用空中对接的技术 实现不用降落 就能更换电池的愿景 大幅提升无人机的续航力 确定词编译